位在东河乡太原村的灯仙桥 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台湾猕猴而著名 有许多的游客特地前往赏猴并且喂食 不过7月初爆发了野生动物幼欢 感染狂犬病的重大疫情 全台拉紧爆 而为了有效的防止野生动物出没 灯仙桥也成了东河乡公所严格管控的境地 拉起黄色封锁线 从灯桥的路口到桥内的凉亭 比照过往人身顶飞的景象 现在这里异常的安静 从早上7点到下午 东河乡公所每天都派人叮哨 驱赶这里的猕猴劝导前往的游客 还有游客如果要过来参观的话 跟他解释说我们现在是预期 属于狂犬病的预期 不能过靠近野生动物 为了有效的恶主 野生动物出现在人来人往的道路 工作人员以放鞭炮的方式 驱赶猕猴 设置清楚的告示牌 并且柔性的劝导游客 我们太远来站岗的地方 一定是还会有一个痛感的时段 那我们是希望游客在这个时段 能够自治 不要说没有人在这边欠导 他就想要有喂死的这个动作 因为也有发生盈利 因为游客自行又来喂死那个野生动物 有被那个猴子抓伤的例子 希望民众能够自律一下 比如说为了一时的好玩 又想要喂死 这样对自己的自身的安全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预防狂犬病 县府以及各个乡镇大动作的防御工作 没有马虎 也希望民众不要以身试险 远离野生动物 才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